好來看到是在屏東離港 深夜時間傳說一起聚眾鬥毆事件 這是一名郭慶嫌犯呢 當時帶著親民朋友 要去這個債務人的住處來討債 想問當時呢欠債的人不在家 但是這一群嫌犯呢 卻和這個對方親友發生爭執 雙方一共十一個人大打出手 警方獲報到現場之後呢 也起獲了這棍棒 因此是依照了聚眾鬥毆事件 把這群人通通移送法辦 二十四號深夜十一點多 雙方人馬聚眾互毆 到底誰先動手 當街叫囂嗆聲 雙方引爆了兩波衝突 又快要打起來 快倒部隊以優勢警力 把雙方給隔開 當街巨眾打群獎 為了是一筆十八萬元的債務 郭姓嫌犯帶了親民朋友 到對方的住處討債 但欠錢的卻不在家 雙方互降以後 共十一個人大打出手 快打部隊在場請獲了棍棒 但風頭上誰也不認帳 雙方最後把十一個人 依聚眾鬥毆的罪嫌 全數逮捕 記者 林安平 評論報導